Nio聊四季 甜甜肉更新 大家好 我是Nio 今天我們來看薩爾特人對上孟加拉人 這場比賽是甜甜阿拉地圖 好 我們先來看一下紅色 紅色是選擇了薩爾特人 那薩爾特人這個文明呢 伐木速度非常快速喔 步步移動速度也很快喔 而且他的這次改版喔 有增加他的銀貫堡壘科技喔 除了這個城堡跟劍塔攻擊速度 加33%的一個效果之外呢 他可以讓在城堡附近的步兵喔 會有回憶器的效果 而且放一隻漆狗 其實蠻廣的 那我們在改版前喔 也有講到這個能力喔 其實... 以現今的Meta來說 其實效果並不太好 最主要原因是因為 對方不太可能會在城堡底下 跟你做一個對打的動作 所以這個回血血量喔 而且算是潮治療的一個外版本 那回血來說 可能實用性並不太好一點 那薩爾特人的話 還是比較左這個工程系路線喔 因為他的工程系攻擊速度 是有這25%的加成 那再來就是還有這個金罐 薩爾特狂樂這個科技喔 可以讓血量免得更多一點 那步兵的速度喔 也是最快的一個文明喔 所以到了後期還是會打這個步兵文明喔 打這個步兵賽爾特的工程器喔 但是他有細節喔 就是在他這個城堡時代喔 可以去點這個奴兵喔 去打一個奴兵路線比較好 是因為他這個城堡時代奴兵喔 有這個大學 可以直接上這個大學加彈道學喔 會很快速喔 主要是因為他一開始喔 可以開始他就這個伐木 的一個優勢在的關係 所以這個出射箭場的工兵路線 其實蠻適合賽爾特人的 好 那我們就來講一下孟加拉 孟加拉人的話 最大特色的是這個相公路線 相公路線是他最大的特色喔 他的大象可以抵抗額外傷害喔 然後還有抗著想能力 派科技點一下之後還有攻速加成喔 所以我覺得孟加倫大象 我是相公文裡面 我覺得最好的一個文明 再來就是他這個文明喔 能力也並不弱 每升級一個時代喔 每個TC都會多出兩吋喔 但單挑來說的時候 可以補下蠻多的經濟喔 再來就是他的生侶喔 也是非常亮眼 在孟加拉我剛出來的時候 我就說他是一個生侶文明喔 但是那時候生侶並沒有三房的一個效果在 所以大家也不覺得也覺得說 也沒有覺得說他是一個生侶文明喔 會覺得我在覺得我在攻三小之類的 但是實際上喔 他真的就是一個生侶文明 因為他的生侶線非常的完整 那孟加拉人的話 現在加入三房之後 而且還有讓這個大聖佛教 這個村民宿的減免喔 也讓生侶加入在裡面喔 假如你的村民加生侶喔 總共是160村 還有村民的這個生侶的戰口量 那你就可以直接喔 空出了16人口出來 就代表說你這個多出來的16人口 可以多出大象喔 讓自己經濟更好之外喔 也可以讓對方更有壓力喔 軍事上的壓力 然後這邊裝甲布幣沒有取消喔 哇看到射箭堂之後才 才升級好 很尷尬喔 所以其實右這邊的想法應該是 看對方有沒有這個 下射箭場 那這邊看到有下射箭場之後 這邊本來想要鑽進去喔 所以我們剛剛看到這邊刺猴 這邊想要鑽喔 結果這邊已經看到了 趕快跑 那這個刺猴能跑得掉嗎 來看一下 應該是可以了 OK殘血跑掉 好那這邊弓兵一出來 這個中角布兵可能就會有點難受了 這個升級有點升得沒價值阿 因為如果你把這140肉 去投資在一級伐木喔 甚至去投資在這個一級農 都一個不錯的經濟成長喔 那這邊沒有先讓選擇 也不太確定喔 又有這邊的想法 是一個什麼樣的概念 這邊已經看到弓兵出來了 應該會先下射箭場 好有下射箭場 然後趕快去點這個 一級射 或是點下矛兵喔 好這邊空兵過來 應該沒意外的話 應該可以輕鬆解掉了 好空兵稍微走欸 破兵要來稍微反打嗎 還是沒什麼機會阿 所以這個裝甲步兵 投資在這裡就 其實真的蠻虧的 好那右這邊沒有先弦 先點一級龍喔 直接選擇先灑田了 好那這邊刺頭有探查到 對方是出弓兵喔 那孟加這邊可能要小心一下 自己要趕快按毛病出來了 OK馬上再按下去了 偵查反應非常到位 好一級防一點下 打最安全的那種 好這波交戰稍微看一下 裝甲步兵想要直接開砍 但是直接被工兵卡住 右邊這邊沒有區域追工兵 尤其是因為這邊果子虛很危險 一開始它這個地圖 它果子在前面是非常痛苦的 好這個果子一定要守住 如果不守住的話會少非常多肉 那這邊有一個騷擾的細節 因為通常你剩兩隻的時候 通常不會去想要騷擾對手 但其實兩隻也可以騷擾對手 只要讓對方拉到村民 去到後方或是收村的話 就可以賺到這個經濟 其實四義立國這個概念就是這樣子 你只要讓對方收村 你經濟上就會有優勢了 並不一定要圖到對方村民 你只要盡可能去給對方壓力 讓對方村民沒辦法好好的去採資源 你就賺到了 這是一個常規的打法 好那這邊已經點下城堡時代的孟加拉 兵沒有再繼續出了嗎 喔還是有 那這邊賽爾特人是選擇了非常多的毛兵 雙色電腸 所以這邊上時代會非常晚 雖然現在軍事上次有點小小優勢在了 那孟加拉這邊朝著就點到城堡時代了 那這邊有個細節 又有這邊突然補下一級農 這個就有點奇怪了 所以你應該是要在點一片拳的時候 先點一下一級農 那你點城堡時代之後再去補一級農就好 那如果你是在這種時間點的話就很微妙 因為你基本上都已經把田撒完了 你才補這一兩片田 然後去點這個一級農 你這樣上時代的時間會再更晚一點 那有可能他突然想到 或是也有可能是忘記了 然後趕快馬上補上而已 也是有可能 不然你看這個一級農剪下去 升級時間會再稍微慢個幾秒 這樣會很危險 好這邊直接刺頭出來 直接收掉這些弓兵 毛兵繼續做一個操作 想要把對方的弓兵收掉 OK這邊再收一隻弓兵 OK這個可以結掉了 別人吃頭出來直接無雙 好果子這邊再找個機會吃喔 還要再繼續吃嗎 都已經上到城堡時代了 好那以上城堡時代的孟佳 有這個再多兩村喔 村民一直在一個稍微領先的一個狀況 那這邊賽爾特了一個細節喔 看到對方上城堡時代一定要把家裡圍死喔 那這個算是一個細節的觀念喔 很多新手玩家喔 看到對方上城堡時代喔 都覺得欸沒關係喔 我就把我的兵喔 放在這裡喔 反正他也不肯衝進來喔 而且對方也沒騎士喔 因為孟佳斯明有騎士的文明 結果這邊還是為死 但對方有輕騎兵喔 只要對方一鬧進來喔 你封建時代的兵都很難處理喔 就算是長長兵斗力也是一樣 對方騎士已進來 會很難受 而且一定會鬧到很經濟喔 你一定會拉到村喔 會不想被這些村民被砍啊之類的 然後你還會再投資更多長兵的去防守 導致你的經濟會更長 所以你只要看到對方上城堡時代喔 你最好就是直接圍死就好 像這樣子 然後要出去的話 直接低一個木槍就好 那這個細節喔 又都是做得非常好的 好那上到城堡時代的賽特人 點一下了料王技術喔 稍微提升一下視野 因為對方是馬 有出馬的一個情況下 在一點視野來說的話 會比較有 預判性喔 只要人知掌握得出 他的一個騎兵的動向 就比較好防守 好這邊點下二級木 二級龍剛取消掉了 好這邊果然很標準的 點下大雪喔 那有伐木優勢的關係喔 大這個木頭量很充足喔 隨時都會點下這個彈道雪 好 好這邊直接收掉一隻 這邊刺猴一隻有在探查對方的工兵路線 能拍到嗎 踢個地板 沒有沒有預判到對手的一個路徑 好城城中心補下 那第三個的話 我覺得城城中心不要放在主金這個位置比較好 雖然主金要空下來比較好 但是如果你主金放在剛剛那個位置 這邊有點危險 那你的村民喔 待會出來村民就會只能被迫挖黃金或是撒農田 你待會這邊儘快挖完喔 村民到時候勢必還是要到其他地方伐木喔 所以那個距離的移動時間就會特別遠 那下這個位置就非常好 你看這個石頭跟木雪喔 貼在旁邊 好待會就會比較好去做一個資源的調配 好這邊投石車想要砸沒砸到 工兵反擊殘血 唉唷 這邊插邊球打到了工兵 森女招一下 森女要小心喔 工兵可能會第一時間反擊 但是孟加阿德 森女訪位於遠防3 很坦 血量直接被拉回來 一隻森女都收不掉 工兵被解光 丹尼爾這波擠得非常的漂亮 全部屌解 上面的毛病也全部沒了 又這邊會很難打 可能被迫要進入防守 但雕手們的想法都比較更淨淨一點喔 這波兵送這樣沒關係 我再來派第二波 我工兵就是往外送 家裡沒有兵防守沒有關係 出來的兵再防就好了 繼續給外面的 給敵人壓力喔 比較重要喔 這個想法我其實是能理解 因為我就是那種很害怕對方來喔 結果把兵都放在家裡 結果一直沒有騷擾對手 然後反而一直被打出低級差距喔 我覺得這個右的一些小小細節觀念喔 平常我們在看影片可能沒有人講解喔 不會注意到 那我會盡可能把這些細節講出來 為什麼我們跟一般 一般玩家跟這些職業選手的差距喔 到底差別在哪裡 就是這些細節的一些觀念上 有一個很大的不同 這邊補下了馬舟 應該是要來升這個輕騎兵喔 好 先下這根弱禁術 欸 取消掉了 直接按輕騎兵應該是按錯 好 那為什麼他升七騎兵的原因是因為 對方 已知對方是生侶國 你的對方生侶一直沒解決掉會很痛苦 好 那這邊有看到弓兵喔 好 弓兵過來 那這邊有直接拉村喔 反正在伐木的村民喔 直接拉到後面蓋兩棟房子 那你看到對方過來燒的時候 你一定要把這個村民的往後拉 往後拉的時候也不要發呆喔 最好是蓋兩棟房子喔 讓這個村民的這個劍道時間也不會浪費掉 那為什麼這邊不回去繼續伐木 最主要是因為你這一波還沒解掉 繼續回去伐木很危險喔 欸 那要確保這頭兵解決掉才可以喔 好 這邊二防剛好 剛好可以抵抗對方的工兵 傷害非常漂亮 這邊勝率有個細節 直接著強後防滿險的工兵 哇 這邊解的非常完美 當然你的這兩波都是大獲全勝喔 喔 當然這邊有兩隻老頭子也被射掉 你看 又就是這樣子喔 這頭兵被解掉沒關係 我再繼續第二頭兵再繼續往前送 瘋狂給對方壓力喔 對方一定要出兵防守 就沒辦法很專心的農 其實是攻兵果他也會這樣子玩 這也不是攻兵果 那這個是步兵果才對 好 這邊應該是可以順利收掉兩隻僧侶 魚 應該找不到 好 看到這邊工兵沒有辦法處理掉 趕快跑一下 弩砲繼續按 這裡補下兩個射箭場 喔 要來出相攻了 那我覺得丹尼爾這邊沒有落入陷阱 如果他這邊射箭場補下來是暗戰毛兵 那賽爾特人這邊就會很爽了 我覺得你出戰毛還出這麼多 待會步兵直接點過去就完事了 尤其是這個松蘭武士喔 非常難受 好 那這邊千里面數量其實有點多 稍微回頭射一下 頭車有點危險 走位沒有走號 要第一時間被拆掉了 好 這邊工兵再努力反擊 好 右邊有兩隻青旗兵走得過來 想來解僧侶能解掉嗎 第一隻收掉 後方又補一隻青旗兵 三隻青旗兵想要來收掉後方的僧侶 後方的僧侶這邊血量直接倒地 哇 孟加拉這邊說你全部倒光了 右這邊操作實在非常精銳 但這座城堡可能會被蓋起來 因為這裡有奴拋在防守 左邊這一坨奴兵 正面奴兵又被項目給處理掉 非常痛苦 右這邊打得非常頭破血流 好 雖然剛剛那一波青旗兵打得非常nice 這邊可能要撤退了 不能再繼續打了 好 工兵處處有點多了 好 但是這邊又 應該是要來準備上到帝王時代了 這邊看到對方在前線蓋城堡 他可能覺得對方已經點帝王時代了 那我們輸人不輸陣 你不要趕快去點下自己的城堡 這個高地蠻適合蓋城堡的 欸 石頭挖不夠再回去挖的意思嗎 看起來是 如果是我的話我就想要買100石頭 但買的話就會發現這個經濟又不夠 又不能上帝王時代 我都這樣自己搞自己的 我覺得趕快下城堡比較重要 但是其實這邊更重要的是趕快去點這個時代 城堡是次權 所以你沒有先上好時代 你城堡蓋好也沒辦法蓋這個巨型頭十九 會很痛苦 但我覺得丹尼有點騙到對手的感覺了 事實上他的經濟是沒辦法上帝王時代的 他以為 你已經前線蓋城堡了 是不是要巨頭來開閘 事實上不是這樣子 這個高手的心理戰 他們的OS跟反應就是這樣子 你只要看到對方潛壓城堡 就意識到 幹 他要上帝王了 結果丹尼爾利用巧妙這個心理戰術 讓對方以為自己上帝王 好讓丹尼爾這邊更提早的去爆出自己的經濟 然後指上帝王 但我覺得這邊心理戰打的其實也算是可以 並不會太差 因為自己上帝王時代也沒有太遠 這邊稍微買慢一波經濟調配一下 帝王時代快也可以上上去了 好 那這邊弓兵 變多 那你這邊弩炮數量還ok喔 4台的話 主龍效果還是ok的 那這邊點一下電風時代的賽爾特 是選擇了靈甲跟這種的場槍兵 還有什麼推車 經濟都有顧好 看二級龍可以找個機會再補一下 因為布兵是穆兵文明 有這個二級龍的話 肉類 還是比較穩定一些的 好 這邊請前面看到上方有大量的弩兵 相公直接過來走過去 看到有頭車 結果頭死車一發都沒砸到 哇 丹尼爾這邊秀得非常漂亮 一發傷害都沒砸到 孟加拉的相公直接屌虐 這邊串燒4台弩炮 直接把這邊的弩兵打到殘血 甚至打掉了非常多的弩兵 4隻弩兵直接倒地 這裡還停下來 再被串燒了一波 哇 又倒了更多的弩兵 非常虧喔 至少少說死了8隻弩兵 好 上方打完之後 馬上把自己的相公往前線派 這裡看起來是想要來控金喔 但丟用時代還有10秒鐘 那丹尼爾這邊好像1分鐘喔 那優勢來說還是右這邊喔 可以第一時間上巨頭喔 這邊下城堡其實有點危險喔 但沒有辦法 他並不知道右這邊已經點地網了 好 這頭弩兵直接往到左邊繞進去 因為這邊有城堡 不能進去 好 那這邊偷偷想要繞後方 又一個很厲害的地方喔 就是這樣子喔 那不管是用馬國還是用弩兵國 還是會盡可能鑽這種地圖 冰冰角角去後方騷擾 這有點算是學到VIPER的精神喔 VIPER也是以前也是很常這樣打 但現在也是喔 但以前的右並不會這樣子喔 所以我覺得一直又 又一直有在變強的原因喔 就是他的一個戰術喔 一直有在增強中 而且他不會 一直用個 同招打法喔 然後會去試死的調配自己的經濟打法 我覺得這是又一個很厲害的地方 因為很多高手們喔 他們都會有一個既定的觀念喔 就覺得說 黃金兵喔一定要怎麼打 這個文明對上這個打法 一定要配什麼黃金兵配什麼打 但右的話 其實他的這個症狀來說 是比較少一點 好 這邊工兵過來 欸呀 這邊可能會塗到非常多村民喔 好 注意在頭喔 工兵要來開射囉 一村 兩村 三村 OK 薩萊特這邊點下急兵三級板甲 鳳甲點下三級射個安息人戰術 那安息人戰術點下之後 相公就可以對急兵喔 會有外傷害喔 那這邊巨型投石精可能要守不住喔 因為這兩台巨桶攻擊速度太快 修的村民太少 城堡果然白給了 好 由於有兩個洞城堡的關係喔 殘巨型投石精也是非常快速 直接兩台 這邊村民繼續被屠殺當中 應該要被收有六村左右吧 再來投車 找個一下 欸 這邊是找了巨頭 能來得及嗎 唉呀 這邊巨頭直接被換掉了 很虧阿 丹尼爾這邊有點劣勢喔 這個巨頭沒辦法解得乾淨 三巨頭直接還在開拆 不怕他有少量的擊兵防守 正面開始慢慢打步回去 不怕這邊串燒一下 好 又減下增兵技術跟一些急攻喔 看來是要來打破兵路線沒問題 那這兩隻相公應該很輕鬆可以解決到工兵喔 因為相公本身的血量夠坦 而且對方的工兵都殘血喔 兩隻就可以輕鬆解掉 好 再補下化學 補下化學的話就可以考慮要把它出火炮 出火炮就可以打這些巨頭 或是待會出什麼中頭之類的 也可以很好打 那這邊出化學應該是想要來補一下相公傷害 但後面要出火炮也是可以的感覺 並沒有太大的問題 好 這邊弩炮直接串燒一波 那好像被解光了 急兵跑得有夠快 這邊衝車到前線吸了非常多的箭矢傷害 這邊是要來cover左邊急兵的入侵路線嗎 這個是細節吧 送一台衝車擋箭矢然後讓這些急兵往左邊戳 結果這邊撤退 為什麼 如果是我的話就想要在城堡下面開戳了 因為畢竟在拉回去也是死傷慘重 你看這邊 這個衝車再來一波 想要繼續撞城堡 但這邊丹尼爾還在繼續買石頭修城堡 能修得回來嗎 大的村民其實夠多喔 二十幾村 哇 二十六村村在修裡 夠了夠了夠了 這個村民絕對修得回來 重點是有沒有石頭 石頭感覺消耗量有點太誇張了 賽爾特人打得太快了 好 巨型頭司機持續輸出 但是又沒石頭了 再買一百石 又沒石頭了 再買一百石 通好買石頭的遊戲 OK 這一波急兵上前衝鋒 能不能戳光呢 看來有點困難喔 要不要先戳巨頭啊 我覺得戳巨頭不錯 又你覺得呢 你也覺得戳巨頭不錯對不對 沒有 他先戳大象喔 看來我還是比較慘 沒有 你還是戳巨頭了 那這台巨頭能戳得掉嗎 對啦 戳得掉 可以啦 換兩個巨頭還不虧 好 又沒石頭了怎麼辦 要不要再繼續買 不買了喔 沒那麼多黃金可以買 選擇撤退了 這裡大概可以買了一棟城堡了吧 這個石頭 這個直接把丹尼的經濟 打回原形 反正這些買石頭的黃金 可以出更多相公喔 被迫去買石頭之後 相公數量大幅減少 連精銳一點不下 經濟實在太差喔 那丹尼也有注意到這一點 趕快補下自己的手推測 讓自己的經濟再好上一些些 那賽爾特這邊還補下了化學 這邊補化學應該是想要來增加 投石器的傷害力而已喔 加一攻 那由於他沒有火槍跟火炮的關係喔 這個一攻也可能也不是拿來出戰矛用的 因為本身賽爾特人 戰矛路線是偏爛的 因為他沒有三防也沒有三攻 打起來是綁手綁腳 對方相公還可以輕熱力去 反擊掉自己的戰矛兵喔 所以我覺得這邊直接出頭車阿 或是奴炮都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但我覺得這種情況 大象的話還是用重頭 去解會比較好 奴炮可能就沒這麼推薦 那丹尼爾這邊的打法的話 我會比較傾向出一點步兵出來 但步兵來說的話又很爛喔 因為他沒有三級防 所以如果不出步兵的情況 就只能考慮出攻兵路線 或是直接出戰車 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但戰車又需要黃金 那孟加拉這個本身文明喔 相公路線就失太多黃金了 其實不太好打 所以七孟加拉的弱點 就是打步兵戰來說 對方大量擊兵來的話會很難打 也沒有太多的禁戰單位可以去阻擋住 你只能用肉碼去擋 或是出戰車 但這類單位又會被擊兵打 你出裝甲步兵或是劍勇 去打的話 你又沒三防 又很容易打輸對方的步兵 所以就很難受 孟加拉這個文明 非常的不舒服 好 這邊直接就先解掉它巨頭 後面四巨頭還在輸出 OK 這個巨頭應該可以守住 相公直接溜幾兵 就得還不錯 這邊應該可以戳掉一隻大象 好 四巨頭能拆得掉嗎 又在買石頭了 現在石頭100 需要169 再買171 黃金這麼多人挖 但是卻沒有多少黃金可以用的感覺 這邊相公應該可以解掉一台巨頭吧 都可以解掉 這邊巨頭送風來 反擊於對方巨頭 但城堡有機會嗎 又沒石頭了 要再買嗎 再買再修 你兇我 我丟 你買 我拆 OK 這邊巨頭可能要送掉 但是順利的把孟加拉的一個殘寶可以解決掉 那右邊這邊 正面也開始有點做一個反擊的動作 有少量的部隊做反擊 那順利相公也終於升級好了 好 左邊城堡拆掉之後 待會右的這邊雙線就會比較能入侵一點 左右開攻沒什麼太大問題 而且自己加在領地的城堡都還在的 所以也沒什麼太大的問題 正面的話這座城堡也是樹立的 所以孟加拉這邊輕奇兵的騷擾也沒辦法很到位 現在也沒有太多的資源 可以去做一個分推 那正面疾兵這邊做了很大的一個輸出 看來可以出到非常多的一個傷害 哇 這邊大象倒了非常多隻 大概也少了五六隻左右了 那這邊左邊這邊 孟加拉不甘示弱 直接把大象踩到了這個城堡臉上 哇 我開頭踩在講賽 特人不太常會遇到對方會在 藉城堡上面開打 那你怎麼突然就打到我臉了 太狠了 不留其面 好 這邊疾兵繼續往死裡面深追 大象只能射射發抖 哇 這邊疾兵給的壓力很多 好 這邊城堡 血量剩下1500滴能夠守住嗎 三巨頭還在拆 但是這邊是高地堡 這應該還可以減免掉非常多的傷害 這邊疾兵 上去一戳 欸 這裡有海沖車喔 這個沖車是關鍵 能撞到這兩台嗎 巨頭 當然這裡的城堡血量剩下700多滴 600滴血 右邊這台巨頭拆不掉 衝車走過頭 回頭一看 有兩台巨頭欸 拆一下好了 一下 兩下 200滴 拆了兩台 喔呦 nice 剩100滴血 哇 巨頭剩100滴血被修了回來 右方來了一坨急兵 直接拆掉巨型投資技 非常漂亮 孟加拉 直接 血灰 巨頭沒拆掉啊 哇 這個 城堡沒被拆掉真的太可惜了 又這波防守打得非常nice 那這邊這邊喔 血流成河 剛剛這邊急兵喔 直接走到TC下 補個一波了 那孟加拉這邊村民還是有點偏少的 村民沒辦法拉 再繼續拉更多 雖然一直有按村民喔 但由於沒有城堡的防守關係 所以基本上 這邊急兵喔 想去哪就去哪 就算賺到TC喔 也不會有太大的傷害喔 邊境TC的傷害就不高 好 這邊大象沒有控好 直接走到急兵旁邊被戳爛了 完蛋 這邊大概少了 大概十字的相公 丹尼爾這邊血虧 左邊相公幾乎虧不成軍 右邊的大象也是出來想要防守 想要阻止對方 又這邊想要蓋城堡的意圖 這個城堡又是蓋起來 丹尼爾可能會GG喔 但是這邊丹尼爾又補下這個奴兵的升級喔 那奴兵這個升級就不錯喔 因為可以直接喔 去康特對方的急兵屬性喔 畢竟急兵打奴兵不會很痛 因為不會有外傷害喔 但是以基本上來說 戳下去還是會有傷害的 而且血虧又少 所以其實弓兵控好的話 其實效果會比大象還要好 趙家路更低一點 好 這邊直接貼上去 弓兵沒在控 要送光啦 丹尼爾這邊打出了 GG 木頭三萬六 大約是銀一萬左右 那肉類少了銀一點點 黃金這裡很明顯喔 又這邊根本沒什麼在挖黃金喔 那孟家這邊是挖了一萬吧 銀了快要將近一倍的數量 之後這邊少銀一點點 重點是這邊四勝物喔 居然還打出沒有挖黃金的賽爾特人 那我們稍微看看經濟分配喔 我們看這個 GEO的一個經濟 大部分都是農田喔 村民有66片田 60片田 然後這個伐木有大概50 50木左右吧 這個金礦啊 連這個野金都不挖 左邊的黃金稍微小挖一點點而已 基本上都是用擊兵雄 去重包對手的 那這個打法我覺得非常亮眼喔 因為你如果花太多的黃金兵去出的話 因為把這些的這個木頭跟肉 全部分配到黃金上 你就沒有辦法一直爆兵喔 給對手壓力喔 那YEO這邊經濟調配喔 就打得非常漂亮 那之前喔 有人一直問我說 相公要怎麼打 那我一直跟他們說喔 相公用這個擊兵喔 或垃圾兵喔 這個戰毛兵去打 其實用大量的兵就可以淹死了 那似乎有些觀眾不太靈 不太買單這個說法 那我覺得這次影片喔 YEO就表演得非常漂亮啦 這個就證明喔 這個垃圾兵喔 大量垃圾兵跟戰毛兵喔 還是可以解掉大片的這個工兵的 這個相公的路線 所以並不會說喔 這個遊戲喔 就是已經出相公之無敵了 你可能只是沒有遇到 這個相公這麼厲害的選手 這個反應非常迅速 去解掉你這頭相公 那當然相公本身也是不好解啦 那如果你真的沒辦法 像他們這樣子用垃圾兵去解的話 如果用黃金兵解的話 最好方法就是用重頭 或是火炮 再來就是這個破細妙的榴彈炮 這類單位的話 對這個相公來說的話 其實效果都是不錯的 那再來就是一些 級兵啊戰毛 其實都可以反擊了 那盡可能呢 不要用黃金兵喔 去跟對方的相公換喔 因為相公基本攻擊太高 黃金兵好像就被打掉了 所以簡單來說 如果就是遇到孟加拉 不要出黃金兵 黃金兵拿去出工程器 出衝車也好 然後或者是直接多線黃金出騎士喔 多線騷擾喔 對孟加拉來說是比較痛苦的一件事情 好啦那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就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請記得幫我按下訂閱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謝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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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